那所以真正最有挑战的一个戏 当你旁边没有那么多人 需要你自己来表演的时候 是哪一场戏呢 当时拍的第一场 真正要求比较高的戏是哪一场 其实后来很快贝尔就禁足了 我觉得我难度比较高的戏 都是在跟她的戏 因为我的压力太大了 其实玉莫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女人 但是你在贝尔家里面的角色 是一个小流氓 就是小痞子 说白了就是这样 那玉莫 其实她的气势是应该要压得住贝尔的 那我这样的状态 我怎么可能压得住她 为什么呢 你就老想她是大明星 所以你觉得压不住她 不是就是老想着 因为首先我跟她所有的戏 我都得说英文 其实用中文演戏 就已经对我来说不容易了 更何况用一个自己不是母语的语言 去跟贝尔搭戏 那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我会有很多很多杂念 就觉得万一我演不好了 那她要跟我一遍一遍地再重新来 那她会不会不耐烦啊 会有这样的想法 好